MING PAO CANADA 版本 MING PAO CANADA 版本 MING PAO CANADA 版本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版本 MING PAO CANADA 版本 Heyson 的小朋友剛剛出生 家裡多了一個成員 平時出家都要帶更多的東西 她與太太商議過之後 都覺得需要換一架更大的車 於是就決定上網賣車 首先我會先把我的車修好一點 因為賣車其實人們都很著促外觀 洗乾淨車之外 我就找個比較漂亮的地方拍照 再加上我的車相關資料 包括車令或者我怎樣保養 我就等一些潛在買家 或者一些朋友仔知道有這輛車 一般人賣車 主要會在車行或者二手車網上放盤 而它所選用的 就是一個為人熟悉的交易平台 我本身都有用它 做其他日常用品的買賣 剛好近期又看到 它有一個汽車買賣平台推出 我看到上面也有很多汽車買賣交易 正在做 這個是一個免費快捷的買賣平台 其實這個平台的用戶 過往都是以買賣生活百貨為主 例如小型家電、化妝品和衣服等等 而汽車交易就是公司近年才開發的業務 市面上也有很多歷史悠久的車行 或者是私人交手平台 但我們發覺對於車主上 其實它還有很多的挑戰 譬如說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要去買車的時候 他們要填很多很繁複的資料 流程亦都會比較複雜 同時間其實他們的倚價 即雖然價錢都會受到影響 在網上做二手交易 買賣雙方都會在平台溝通之後 相約出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同時檢驗一下這件貨 是否如同賣家的描述 不過如果交易的是汽車 內部零件以至到功能 買家都未必可以靠自己檢測得到 為了買賣雙方和平台三方的利益 這個平台可以為准買家 安排收費的驗車服務 在一些汽車交易的時候 我們會給一個選擇 我們會提供一個官方的驗車中心 那一些車主、買家 他覺得需要用到這個服務的時候 他就可以去我們的指令中心 去進行一些驗車 當中其實Carosec和IPMC驗車中心 其實沒有涉及任何的金錢交易 公司說平台上的車盤數量 比起三年前增加了四倍 平均每個月可以做到700宗的成交 他們計劃今年主力發展 資產價值比較高的商品買賣 尤其是私人住宅 我們都會希望和一些 持有商業登記的 一些地產代理公司合作 還有就是會有一些持有牌照的地產 經紀可以去我們做一個 刊登他們的樓盤 我們亦都會在樓盤上 我們都會想標一個生態圈 因為我們的優勢就是 我們在於我們很多的分類 在這個層面上 其實除了樓宇買賣之外 其實原來有裝修 室內設計 搬屋 甚至乎是一些家居保 而在疫情期間 市民減少出外買東西 平台的瀏覽量因而上升 負責人就提醒用戶 在網上購物的時候 可以參考買賣雙方的評分 去到評定對方的信譽 欺購和交收的時候 都要提高警覺 而公司就會繼續打擊假貨 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不論是在家辦公 還是遙距教學 視像軟件Zoom 都成為了今次疫情之下 普羅大更常用到的工具 不過近期有大量用家 都發現了程式有嚴重的保安漏洞 今集就跟大家說一下 如何安全感去到用視像會議產品 Zoom的操作介面簡單 加上免費的程式 在疫情初期 就被推舉做各大機構 Work from Home 的最佳伙伴 不過先後就有用戶發現 負責管理會議的用戶 可以看到參與者的IP地址 及位置數據等等的私人資料 亦都會在用家未獲知會之下 將分析的數據傳到去中國的伺服器 而在外國就更加出現了Zoom Bombing 即是一些不請自來的人 可以騎劫設定做公開的會議 程式亦未能完全做到點對點的加密 即是無法確保通訊內容 只得用戶接觸到 安全漏洞不斷被揭發 引發了許多機構 包括美國參議院、德國外交部 新加坡教育部、英國國防部等等 以及一些大型機構 包括美國體控總署、Google和Tesla 去到下禁令 而在台灣 蔡英文政府嚴禁行政院、國防部和教育部 去到用Zoom 去呼籲大眾 改用另外六種視像會議工具 在香港 雖然未有大型機構 完全禁用Zoom 但銀行工會、匯豐銀行 和電訊營科等等 都向員工發出了 用視像會議軟件的指引 而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 就教導各界用這類程式的保安十招 包括要經常更新軟件 去到最新的版本 不要點擊任何可疑的連結 或者分享一些機密的資訊 要設立高強度帳戶和會議的密碼 只是向語會者分享會議的ID 設定分享螢幕功能 去到指限主持人等等 面對著各界的炮轟 Zoom的創辦人聯征早前公開自協 並且承諾會作出糾正 特別強調 由4月18日開始 中國境外的用戶 絕對不會用到中國的伺服器 而付費的用戶 亦可以自行選擇 用美國、歐洲、印度和香港等等的數據中心 未知這個新措施 又可否挽回全球用家的信心 今集《潮眼科技》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